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我是三妹,看西瓜的是小虫 我们在楼顶上种蔬果 春夏季主要是种瓜 西瓜、丝瓜、蒲瓜、南瓜 各种的瓜都种有 主要是让夏季爬满楼顶比较阴凉 这里有一个葡萄池拉了防鸟网 下面有蓝莓,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葡萄也准备熟了 我们楼顶上种的所有蔬果 都是坚持有机肥种植 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 这样就能够吃上安全、放心 口感好的有机蔬果了 我们用到的有机肥呢 一个是水肥 就是菜池底下的养龟肥水了 我们菜池底下养有乌龟 平时就用养龟肥水来淋这些蔬果 那除了水肥之外 也需要一些农家肥 作为底肥或者是最肥 第一池是这个毛羯瓜 因为这几周一直下雨 这个月子有点黄了 我们追加有机肥 这个是发酵好的鸡粉 离开这个根部大概有10公分以上 不要直接放到这个根部 只有一勺根 对,用这个泥盖到这个有机肥 缓解这个黄叶的现象 下雨多冲走了很多的肥水 那我们要追加有机肥了 南瓜正在庞大区需要追加一次有机肥 这个鸡粉有机肥是比例比强的 我们用点泥来盖到它刚才放了鸡粉有机肥 盖到它就不让你冲走这个肥 因为有机肥的话它不是化肥 它不能够一下子就吸收的 它慢慢吸收 不要放在表面了 就要盖到它 肥力比较强劲的 这种是粉末的 放在周围一圈 大概离这个根部有10公分左右 不要放到那个根部 我们吸了肥就要把这个土回填一下 千万不要放在表面就行了 你一定要有泥土盖到这个肥的 植物有像肥性的 你的根它会长过去吸收这个肥的 粉末的就吸收比较快 另一种是颗粒的话它就慢慢释放 这个发酵好的有机肥 种植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此不用化肥 有机肥也能种出满园的瓜果蔬菜 学习重养技术 关注三明夫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